關心政臺焦點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他是勤學客語要搶攻客家票倉 昨天下午是在桃園挺客家親子派對 大秀三分鐘的全客語演說 獲得如雷掌聲 那他本人更是在舞台上 是親自獻唱了這一次 特別推出的客語競選主題曲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在舞台上大開驚掌唱歌 而且竟然是唱客語歌 這首歌的歌名是四海大平安 剛好也是客家的五種腔調 寓意非常深遠 我用這首歌獻給客家鄉親 賴清德努力學習客語 搶攻客家票倉 甚至推出了官方客語的競選歌曲 賴清德下午來到桃園挺客家 親子派對活動 大秀苦練的客家話 開場就直接秀了一波 將近三分鐘的全客語演說 大家好 賴清德 賴清德 經過於東風旗路一堂 綜藍 新冒台下 努力講客語也獲得現場民眾如雷的掌聲 賴清德深入客家莊 就是要把握客家族群 在桃園佔了四十多萬張選票 選戰最後關頭任何一張票可都不能放過 記得薛雪花李洛彤採訪報導